趁仙子不注意男人猛地将他偷袭 并大言不惨表示自己是他未来夫君 怎么 不相信吗 我知道你胸口处有一朵蓝脸 大腿跟处有一块红色胎脊 娘子你要干什么 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 一旦魔君消逸被迫重生回到过去 而娘子此时已是大成七大了 可如何能让娘子相信自己是他夫君 就在刚刚 宁静的村落遭遇妖兽袭击 一位玉谷兵机的白衣仙子现身请客间斩灭重要 无限忧伤难难到一个普通村落竟会遭此劫难 真是可怜了这些凡人 下一秒仙子确实一惊 只见倒地的男人猛地睁开双眼 我居然没死 寒烟是你救了我吗 爱死你了 妹子无比反感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赶快放手我又不认识你 娘子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我不是故意丢下你去和别人同归于尽的 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争取年底生个娃 而妹子终于忍耐到了极限 恐怖的兵连绽放将老六击飞 柳寒烟你谋杀亲夫吗 萧逸这才发现自己如今已无半分法力 受了刺激才胡言乱语 萧家村不是很多年前就没了吗 看着还是少年模样的夜酒 萧逸此刻才知晓这是回到了过去 然后脑海浮现出之前最后的景象 寒烟故作坚强仍止不住泪水决堤 答应我 夫君一定要平安归来 放心吧娘子 一定不会丢下你的 然后又献出自己与林青年的生死搏斗 直至最终到达生命尽头 自己与其同归于尽的画面 不知过了多久 一座于天际翱翔的巨州之上 噩梦中的萧逸猛然惊醒 清脆的声音传来你可算醒了 侍女表示跟我来我们店主要见你 敢问仙子 这里是 侍女达到此乃去往问天中的飞梭 萧逸暗想果然如此 我真的回到了过去 这正是柳寒烟当年救下年幼的自己那个节点 虽然后来成功把她拿下 但在这个时候她还不认识我 根据上一世的经验 此刻若不做点改变随即会被送到外门当杂役地府 马上迎来乱世时间紧迫 不容自己再慢慢修炼了 思索间那无比熟悉的声音传来 拥有绝世容貌的娘子正皱起眉头怒视自己 正是问天宗广寒仙子柳寒烟 她是修仙界最为瞩目的女修 世间不知多少男子对她一见倾心 却从无一人能扰乱其道心半分 甚至多少年来 连她的真名都极少有人知晓 因此妹子此刻冷冷问到你是从何处得知我的名字 寒烟啊 我知道这件事说出来有点匪夷所思 之所以知道你的名字 因为我是你的夫君啊 却见寒霜浮于妹子脸上 再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完了完了 以前她每次炸毛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反应 既然如此 那本人要动真格的 你最喜欢的水果是香蕉 你最害怕狗子 因为做凡人的时候被狗咬过 还有你的乳名叫烟烟 那是你爹花一两银子找算命先生起 老六说道口吐白沫 却没留意妹子杀一件事 下一刻薄梗便被林立掐住浮于半空 对我调查这么细致 想必你必是魔教派来的卧底 说是谁指派你来的 听到有人硬说是自己的转世老公 不如其来的冒犯让仙子无从招架 而随着萧毅道出妹子前面大灯与大腿处的思路 柳寒烟瞬间炸毛对我调查如此细致 你必是魔教派来的卧底 娘子我说的都是真的 还有你乃先天寒冰绝脉 修炼的是冰心绝而不是本宗的问天九卷 妹子心中波澜万丈这秘密只有师父和我知道才对 快说你还知道些什么 那夫君我就说了 此功法是你师父逼你修炼 而他实际上是一门顶部功法 修炼此功一旦失身功力将全部灌输给对方 所幸你后来发现师父阴谋于是设法案中将他出去 并隐瞒成一次意外瞒过宗门所有人 这才有了如今的广寒仙子也就是我的妻子柳寒烟 而听完妹子方心彻底大乱 悔然的跌坐在寓意之上 这些事除非是我亲口所说 否则不可能有任何外人知晓 你既然说你来自未来 那你倒是说说我们将来会发生何事 看到娘子已多半相信自己消逸轻轻叹息 五十年后正邪大战爆发九州风火不断 问天宗四宗被毁而赤萧教叛入魔宗 洛书门名存实亡无相四两大神僧原济 而我被问天宗叛徒诬陷逃亡天下 却阴差阳错与你相识而结为道路 之后我们决定一同归因哪知却被轻念 不对被仇人找上门来 之后我与其同归于尽 却没曾想再次睁眼 竟是回到这当年被你所救之时 寒烟啊再次见到你 真好 而此刻店外女弟子嘀咕不知店主找他有什么事 无非就是问一些事呗 店主对男人的态度你又不是不知道 哪只屋内此刻一派和谐景象 柳寒烟抱住两斤半 这就是你所说的改进功法吗 没错 这是当初我俩耗费三年才改进出来的冰心诀 而妹子好奇地靠在男人身上 酥酥软软的触感让老六直冒老汗 随即表示有此功法 当年我夫妻轻轻之时也不会让你破功 妹子气到翘脸飞红说什么呢 谁是你娘子 说不定那只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我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一人 仙子你说的很有道理 你不是我的娘子那就算了 这改进版的功法可是我为娘子准备的 怎么了柳姑娘 难不成你要强强我和娘子的定情信物 看到妹子气到抱走老六心满意子 那个其实给你也不是不行 不过本人有一个条件 我给你功法 你说我做真传弟子如何 我的娘子是宗门大佬 因此宗门选秀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可奈何我的表现过于弱鸡 连娘子的面子都碎落一地 就在刚刚 对于这个转世夫君柳寒烟将信将疑 而老六以改良法觉作为要挟 提出要先做她的真传弟子 妹子一口拒绝我飞雪格 俱为女子怎能让你进入 那就是没得谈了 在下就此离开以后我们互不相干 柳寒烟银鸭咬碎随即一口答应 但是你不能做任何愉悦之事 否则我定不饶你 还有我们的关系你不可以告诉别人 第二日的太极殿外 一众青年才俊齐齐汇聚于此 而随着问天宗九大殿主齐齐落座 宗主宣布选秀大会正式开始 各位小友据为九州天之骄子 但在入门之前 还需各位进行灵根测试 根据资质分为甲义饼 丁念到名字便可上前 第一名靓仔为慕灵根一等顺利通过考验 望着老六好似胸有成竹 寒烟心想只要到达一等 便可找个由头将其收入门下 而与其同来的夜酒 居然为水灵根假伤 宗主无比欣慰 这是寒烟女半路带来的两人之一吗 另一位大概也不会差 等喊到消逸之名 让寒烟精神一阵 而老六挠头苦笑 没想到还得经历一次 果不其然与前世一样 还是丁等最下 检测官为之一 愣怀疑是不是一气出了问题 老兄要不要再试一次 不用不用 我多废物我还不知道吗 而面对夜酒关心消逸 表示别多想 我是那种需要资质的人吗 就是娘子看我的眼神 让我好怕怕 旁边苏店主怒骂是谁收了钱 把这种拉胯玩意 也往门派里赛 寒烟悠悠说到此人 是我举荐的 师弟你有什么意见 旁边另一店主表示 苏师弟生气也属正常 各店按座席名次来挑选弟子 除非咱们拉下脸赶人出去 否则那个极平铁定 落到苏师弟门下 而测试完毕来到挑选弟子环节 在各店主的授意之下 随即纷纷挑选中意的苗子 很快便轮到苏寒烟的飞雪大店 名侠 按老规矩挑选 妹子领命静止走向萧毅 让老六露出期待之色 哪知下一秒擦身而过 妹子牵起后面一名女弟子 随着身边之人越来越少 最后场中只留下萧毅一个人 简直和上辈子一模一样 可这次 娘子寒烟她不会骗我吧 就算妹子是高冷的广寒仙子 可按照剧本 她很快就成为我的老 哪知今天前世剧情 却被别人打乱 让萧毅的计划统统落空 就在刚刚 众人剧都鄙视萧毅的 灵根检测为丁等 最惨 也正好给了机会 让柳寒烟将她收入门下 既然我将她带入宗门 那我便应该对其负责 宗主吃惊师妹的广寒殿 可是有止收女弟子的规矩 妹子故作大义凛然 我问天宗必须言而有信 灵根低下又如何 一个弟子而已 我广寒殿还养得起 但若把答应入门的弟子赶出去 那我宗还和谭正道志光 众人胜赞不愧是广寒师妹 这才是我派殿主应有的风范 相比之下 某些人可就有失丰度 苏殿主怒到直接念我身份证 好了拐弯抹脚的啥 随即大呼我无牙殿 还不需要别人帮忙养弟子 他不就是灵根差吗 我偏收他做清传弟子 就不幸交不了他 啥情况一个杂根弟子 也配做清传 而韩燕也交集表示 等等这萧毅可是我先收了 却被苏殿主回向师姐 女广寒殿可是已经选过弟子 我无牙殿虽为各殿之末 可是也有尊严 其实只剩一个弟子 也是轮到我选取 萧毅这个家伙 我无牙殿收了 而宗主做和氏老 那就这样了 今日酒店都有收获 不错不错 韩燕彻底无语 没想到眼不透 希望那家伙不要怪我 尽头来到无牙殿主 封风景可谓美不胜受 师兄向天歌性格憨厚 为人耿直无比 苏健小师弟便亲切地打着招呼 就是偶尔不太懂得 控制手上力道 像师兄还是老样子 和记忆中的一样 上一世自己也是入的无牙殿 只不过自己花了二十年 才从杂役弟子变成正式弟子 当时就是他教我武功 自己可没少吃过苦 这次托娘子的福 阴差阳错 直接混个清传弟子倒也不错 而风中苏殿主之女 对即将到来的师弟 可谓兴趣满满 当听到父亲后悔 方才太过冲动 妹子不满到 当着权宗说过的话 爹爹可要为人家负责 苏健一娘子走来 表示收个弟子挺好 还有你不是说过那孩子 虽然灵根不行 但心智颇为成熟吗 大不了我帮你教导 而此刻屋外传来 大弟子的声音师父师娘 小师弟到了 师弟啊看你自己了 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回想起上一世 师父莫名陨落 而自己被诬陷为凶手 师父最后一程 都没能送别自己 只能背负骂名远顿 这一世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弟子萧毅 拜见师父师母小师姐 男人重生 被未来老婆带回宗门 这一世本想 直接拜入老婆门下 可不出意外 再次拜入前世所在的乌鸦峰 由于比上一世 提前十年来到这里 而当年暗恋的师姐 此时年龄尚小 自己居然沦为 这刁蛮公主的陪读 再问天宗 杂役弟子几乎接触不到 正统受传 只有在传弟子 才能真正踏入休闲门槛 而真传弟子极为稀少 可享受门派最好资源 萧毅万万想不到 这一世自己直接成为真传 看来还是要感谢娘子 而后听到一阵杂门之声 来了来了 敲个毛线了 下一刻小白竟赫然蹲在门外 上一世这个狮子 最喜欢溺在自己身边 别闹了师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武林精怪的妹子 无趣的探出头来 你这家伙不害怕吗 其他人都有被小白吓到过来 萧一峰苦笑明白了师姐再来一次 随即再次开门 装作害怕的样子 哎呀 好大的狮子 师姐你看这样可以了吗 苏妙琴干咳两声 稍显夸张 但表情还算到位 随后才想起自己有正事来找萧一峰 之前苦于众人集体逼自己学艺 如今有了更菜的师弟 替自己分担火力 妹子兴奋地表示师弟啊 不要有压力 有不会的师姐也会教你 天歌师兄也怕其吃力 只能从最基本的说起 生无可恋地介绍 境界的基本划分 妹子无比满足自己总算可以偷懒 先睡一会儿 反正以师弟的资质肯定学得很慢 哪知很快被师兄叫醒表示 要考自己昨天学得见 一连猛的妹子发问 不是在给师弟补之前的东西吗 哦他已经补完了 并且还把今天的课程也学完了 师弟虽然资质不佳 但悟性似乎极高 教他的东西基本一遍就能学会 苏妙琴这才明白自己隐隆入室 说好一起当菜机 你却把人家抛弃 气得妹子连肖一峰过来问候都置之不如 既然如此 那师弟我们去二师兄那里学学正法俘路吧 上一世纪的苏妙琴最擅长的便是五行术法 估计这小丫头被自己激发出斗志来 向天哥满意地点点头 不错不错 一会儿把师弟的表现向师父师母汇报一下 冷若冰霜的广寒仙子 却捡到九块九包邮的便宜老公 虽然有些抗拒 但不得不承认他了解自己一切 故而让妹子无心处理店中事宜 也不知那个家伙 本以为师弟更才能替自己分担火力 可萧义仰仗前世加持 很快习得剑法并超越自己 说好一起躺平你却给我内卷 走走走 就不信正法俘路你还能比我强 二师兄的灵虚大殿之中 妙琴强忍困意不能睡 我可是师姐 老道夸赞妙琴表现不错 可萧师弟似乎看上去有些疑惑 萧义起身提出自己疑问随即让老道大为震惊 想不到师弟虽小却在正法之道有如此天赋 妙琴啊 以后有什么不会多向你师弟请教 伴之而来又要安慰一番失忆的妹子 想自己前世好歹也是摩尊 学这些初级课程简直浪费时间 而见了鬼的妹子又出现在阎武大殿 师弟莫怕 四师姐负责实战课程可她还是很疏密的 呵呵这里看的不是悟性而是实打实的修为 我看你还怎么卷 哪知四师姐表示没空一口将两人拒绝 此言郑重萧依下怀 自己练气还没开始 脑子进了水才要和袁英七大佬打实战 师姐告辞 苏妙琴仍不死心等等 师弟先别走 左脚一步留神半道右脚 下一刻一百八十斤顺势扑到萧依怀中 顺带将摆放整齐的桌椅砸到起飞 感受怀中温存老六正准备问妹子有没有事 周身空气骤然变冷让两人大感一样 刚刚你俩说 想上实战课对吧 没有没有 师姐您忙 就当我们没说 而居右山猛地向旁边甩出一拳 彻底将两人的退路封住 你们不要怕 我是你们的师姐 又不是什么恶魔呀 我重生后去寻找前世妻子柳寒烟 可奈何她总是将我拒之千里之外 毕竟她如今已是芳华绝代的广寒女仙 而前世暗恋的妙琴师姐如今年龄上下 因此笑一风对她少了几分情愫 而更多的是将其当妹妹看待 就在刚刚两人来到乌鸦店的后山密林 发觉被圈养的疾风妖狼被偷袭并取走妖单 看着咬痕是一击必杀 看来对方必定高出其几个境界 而妙琴瞬间来了兴致 召唤小白循着味道去寻找赵氏妖兽 师弟别怕 厉害的妖兽早被爹娘清理剩下的我都搞定 快快跟上 小白好像发现了什么 不对劲 小白居然变回了原形 而随着白色巨尸一声怒吼 空地之中赫然有着更多的疾风狼 是不禁让妙琴陷入恍惚 一时间竟没察觉身后蛇尾向自己扫来 笑一风大喊师姐小心 拦起妙琴堪堪躲过致命一击 而两人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却听小白一声痛吼 瞬间被砸飞出去 妹子心痛得瞪大双眼 而小白以纹丝不动不知死 这妖兽不仅强大 居然还有隐形能力 应该是在我们头上 火不其然半空献出血盆大膀 腥臭的绿色光球在其口中凝聚 并瞬间吐向两人 妙琴虽惊不乱大呼找死 镇定的凝聚法力 下一刻便祭出数道幻解 五匹剑芒于虚空斩向光球 发出巨大爆裂之声 哪只浓郁毒气将两人包围 妙琴头晕脑胀小疯了 我不行了 师姐 不能睡 带毒烟散尽才见通体莫瑟的巨蟒盘于面前 看样子没将两人放在眼中 因此不再隐匿身形 师姐 先下手为强 没问题 师弟看我的厉害 妙琴掐动法掘换出雷玉剑阵 巨大光剑按不同方位差于地表 看到妖兽被剑网困住并发出痛苦嘶吼 妹子不禁长出一口气 回过头来傲娇地表示师弟看我厉害 哪只看到的却是萧一封 民众转为焦急的表情 糟了糟了 师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因为轻松突破练气 七层让妙琴忘乎所以 为了在师弟面前表现 竟无视后山妖兽横行 就在刚刚 他祭出压箱底的手段 才勉强将百米大蛇镇压 小疯呀 师姐我厉不厉害 还有多亏了你提醒的早 话没说完双腿已然发软 不用担心 就是刚才不小心中了蛇肚 我们赶紧回去把这里的情况告诉爹娘 哪只听到大蛇一声扬天巨吼 身形暴涨之下 竟是挣脱电网束缚 怎么可能 练气镜妖兽绝对不是这样 难道他是 是什么事 师姐你说清楚啊 这大蛇绝对堪比人类助击器的大能 来不及多想妙琴大喊师弟快蹲草子 可妖兽皮糙肉后 妹子攻击对他如同毛痒一般 不行啊得想别的办法 对了攻击他的眼睛 哪只大蛇早有准备 两人对视的瞬间 妹子只觉头昏眼花 蛇老六居然用眼神发动幻术 加速了妙琴体内毒素扩散 妹子周身麻痹手脚变得不听舌 只能看着巨大蛇尾将自己砸飞老远 仙剑都被打断 伏在地上吐血不止 眼看蛇口越来越近妙琴悔恨 不仅自己死在妖兽手中 难道还要连累小枫吗 哪只蛇口近在眼前 却不能再前进半分 妙琴艰难地睁开双眼 只见萧一峰抱住蛇尾大骂孽楚 你当我是空气吗 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他竟将大蛇一把轮飞好远 妙琴不敢相信 这还是自己那个若鸡师弟吗 小枫快走 你打不过她了 师姐呀不要说话了 萧一峰将妙琴抱起淡淡 说到发球员信号 下一刻令牌冲天而出 变成一道璀璨烟花 对不起 都怪师姐我太任性了 放心吧师姐 接下来交给我 将妙琴轻轻放在地上 老六回头看向大蛇 嘴角净露出不易觉察的笑容 居然赶上我前世暗恋的小师姐 那我今日就拿你练练手 我的娘子表面上对我目不关心 实际上却是在意到不行 不仅化身是女舍身试探我的忠诚 就连修炼之时都想我想到失神 奇怪呀正是关键时刻 为何我有些心慌 要不要去看看那家伙 好几年不见 不知道他有没有一些长进 可听说他在乌鸦店 身受师父拭目宠爱 不仅顿顿四粮四热八个硬菜 就连两人的女儿都对他异常热情 算了我只是去看看 我现在已经不欠他的 而就在去往乌鸦峰的路上 柳寒烟却发觉前面的广生道人 广生师兄请留步 看你的方向是要去乌鸦峰 难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师兄表示乌鸦峰主刚刚传信于我 他那新收的弟子身受重伤 让我前去医治 不就是那个灵根一塌糊涂的萧一峰吗 话音刚落柳寒烟便在其眼前消失 看着妹子那飞驰的背影 广生只觉不可思议 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广寒仙子如此试探 而就在刚刚 因为苏妙情的任性 两人陷入巨蛇的埋伏 萧一峰舍身挡在师姐面前 因为境界差得太远 而让他手臂都被震断 可即便就此陨落 他也决心保护这前世暗恋的世界 面对大蛇再次发动攻击 他硬起头皮冲了上去 一脚踢中大蛇 七寸巨大的舌头瞬间甩飞出去 不错不错 再试试这个 凝聚他剩余所有灵力的手指 如力气一般插入舌身 而大蛇吃痛随即奋力一甩 将萧一峰拍飞八十明远 可惜只是重伤了这处伤 看来我今天真的要在这里翻车了 眼见血盆大口越来越近 像是要一口将他吞掉 剧烈的破空之声 传来随之传来一声 灭畜 受死 璀璨见光从天而降 大蛇来不及吼叫 便被斩成两段 只见师母林子韵 焦急地从远处赶来口中 大呼两人名字 眼含泪水地表示 还好我赶来了 女儿就在不远处 生命体征还算明显 而这个弟子才是真的命悬一些 没有耽搁时间 他抱起两人化作一道白光 向风内飞去 一道道命令向四面八方传开 快去请广生道人 救救小风 仙子刚刚接受 我是他的前世父爵 而我却为救别的女人 全身筋骨寸断 就在刚刚 师母将受伤的两人 带回乌鸦峰中 苏妙情伤势还好 只是受了舍毒 八师兄表示过 两天妙情便可恢复 可听说苏师弟那边情况 却不容乐观 说话间大师兄便带来消息 苏师弟他伤势太重 师父师母一起出手 也贪贪让他吊着一口气 不行 我要去后山找那些妖兽 来为小风出气 下一刻一道明文将屋门封住 四师姐冷哼 这个时候你还要添乱吗 胆小的八师姐 已然眼含泪水 师兄还是冷静一点 冷静个啥 难道就在这里 干等着什么都不做吗 而就在这时屋外 献出两道虚印 正是匆匆赶来的柳寒烟二人 广生累到气喘吁吁 抱怨师妹啊 有必要飞这么宽 柳寒烟懒得理会 他随即将目光扫向周围 没有询问妙情伤势 而是直接问萧一峰在哪里 向天歌回到小师弟正在大殿 话没说完面前 只剩两道虚印 那个啥 师父他们貌似 没请柳店主过来啊 乌鸦店中 师母用尽全力 将萧一峰的气息延续 小峰的心脉已然越来越弱 这可如何是好 说话间广生二人匆匆赶到 寒烟看到眼前 紧向脸上瞬间浮起寒霜 一把推起广生 快看看怎么治 让老六一阵抱怨 有你们这么使唤人的吗 办法是有的 可强行挽回一个天赋平平的弟子 并不是明智之举 听听老六言外之一柳 寒烟毫不迟疑 需要多少药材我来出 师父听完不满 这是我的徒儿 要多少天才地宝我有的事 寒烟历生说道 你既然知道自己是他师父 为什么还能让他伤成这样 林子云大喝一声 够了 先治疗 广生师兄尽管是为便是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 那诸位我们开始吧 在几位大能联手 师救一天一夜之后 总算是有惊无险 将笑一风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此番确实侥幸 寒烟这里多谢广生师兄了 老六甘大一笑回到应该的 心中却暗骂侥幸个锤子 有你们这么砸珍稀药材的吗 还专挑贵的用 贵一个废材弟子都这么下血 你们当店主的果然都财大气粗 看不下去了告辞告辞 寒烟明白自己也该走了 下一刻却被苏千亿叫住 不知广寒师姐为何会如此帮助小 仙子怕暴露两人关系 只好编造一个礼 当初他帮了我一个忙 所以这次 我要护他的平安啊 为了英雄救美我 差点生死到消 最后凭师母帮我延续气息 还有前世娘子 为我付出大量天台地宝 我才保住小命 而神经大条的师父都能看出 我与广寒仙子的关系有些微妙 就在刚刚 泡飞药材之多将神医气到瞪眼 萧一风伤势趋于平稳 可依然处于昏迷状态 下一刻他来到尸海中一片幽暗空间 正是上一世 他走火入魔杀进同门师兄之时 而当时的景象随即在眼前浮现 把师兄临死之时不甘地问道 小枫你这是为何 他却不知道 萧一风早已被墨天青残魂轻扰 因此被迫与其混乱共生 在半人半魔的手起刀落之下 最后一名师兄也在师父之后被其斩杀 而伴随虚空响起树道惊雷 问天宗数位长老已然尽数出动 萧一风你疯了吗 不仅残杀同门还害我苏师弟 片刻清醒下男人大喊 没有 我没有伤害师父 而长老那边已然使出合计 还敢狡辩 你体内有如此庞大的魔器 今日我等便清理门户 身体被刺激下魔魂又占据主动 就凭你们几个想清理我 这些都是我做的又如何 你们今天一个也别想走 一众长老瞬间暴怒 拿下他 不论死活 而今天见证眼看便要成形 却让魔头趁机逃脱 问天宗就这么点本事吗 有胆的话你们随我来啊 看到这前世景象 萧一风眉头不经紧嘴 从中其圈套直至被其扰乱神时 自己不仅陷入癫狂 还莫名悲伤是世罪名 莫天清这魔头 与前世的自己纠缠半生 共生的两人都对对方恨之入骨 我绝不会原谅你这个家伙 哪知下一刻妙情 可怜巴巴你真的不原谅我吗 小枫你终于醒了 师姐知道错了 要不你狠狠揍我一顿吧 而侍女小月听闻动静赶来 院中随即传出尖叫 少爷醒过来了 那个 师姐我睡了多久 没多久 只是睡了十天 什么 我一个噩梦静坐了十天 看到师父师母 萧一峰欲要行礼却被阻拦 不用起身 师父就是来看看 而师母真诚说道 谢谢小枫救了妙情 如果不是你我会后悔一辈子 而萧一峰恍如隔世一般 才梦到前世殷世诗被宗门追杀 哪知醒来却看到这般景象 随后师父若有所思 夫人你先带妙情出去 我有话要和小枫说 妙情忧愿到爹爹 你可不能为难师弟 而师母开口 你爹只是想感谢一下小枫 他好面子 我们在他放不开 待二人走后 萧一峰正走道 师父有话请讲 却见苏千亦露出怪异表情 你和广寒真人 到底是 什么关系 他是大成妻的广寒仙子 却看上宗门最为废品的登途之子 妹子却不知男人身体与一名魔头共生 不而神识混乱 做出太多不耻之事 而重生的萧一峰又岂能让魔头再次夺涉肉身 而就在刚刚 师父看出自己与前世妻子寒烟的关系绝不一般 为了暂时保密萧一峰随便扯个理由 有一次仙子化作凡人被妖兽纠缠 而自己英雄救美冒着危险将其护在身后 姑娘快走一切由我 而仙子不动声色表示必会报我救命之恩 我当时并不知晓韩烟乃是仙界大能 师父听完恍然大悟 怪不得广寒师妹为了救你把药库都搬空了 随即叮嘱她日后与人相见要以礼相待 好好养杀 还有多谢你把我女儿妙情救下 真是一个老傲娇啊 可卵饭虽香自身也要过硬啊 总不能试试靠前世娘子自己必须要尽快提升修为 并且后发觉自己已达到练习五层 正好达到施展雨落之术的门槛 有个地方终于可以去了 没错 前世记忆就是这个位置 随着纵身一跃 直接来到一处峭壁洞口之上 随即施展雨落之术 仿佛羽毛一般平稳的落于目标之处 太好了 这个地方还在 随即呼出一团火焰朝洞府深处走去 熟悉的地方还有那幅熟悉的骨骸 旁边插着一把剑 前面写着两行大字 得我传承者 毕灭问天宗 而萧一峰此刻一脸风轻云淡 还在等你的有缘人吗 墨天青 说完一把将火焰丢向面前骨骸 剑熊熊烈火下对面纹丝不动 这么能忍吗 那就继续烧烤 要不要再加点自然辣椒 佛头再也忍受不住 小友你是何人 为何知道本座名讳 我说你怎么还在点火 小友赶紧住手啊 萧一峰淡淡到墨天青 我真替你害扫 好歹曾经也是杜劫大能 却对我练起七只被点头哈腰 不如让我送你早日解脱如何 说完不要前世的向墨天青甩出符咒 这是专门攻击原神的破魂服 难道你是针对本座而来 道友 你我无冤无仇 你为何如此对我 你不认识我 可我认识你啊 我们可是熟悉到穿一条裤子的人了 墨天青听得一头雾水 可恶 这样下去本尊必然陨落在此 随即施展出最后残魂之力 灰头土脸的向洞口飞去 临走不忘撂下一句 这笔账本尊技巧 哪只洞口早被萧一峰布下振服 这八卦锁魂阵的滋味如何 这次我可是为你下了血本 墨天青 上辈子我侮辱你这陷阱 差点被你完全夺视 导致我半辈子都神志不清 时不时走火入魔 而魔头此刻彻底震怒 练气气的小子如此嚣张 那本尊今天就直接吞问你 却见萧一峰掐动口诀 斩仙剑给我来 随着神兵猛的向下劈砍 直接将魔头残魂一分两半 墨天青一阵骇然 你为何能操控我的武器 却又换来到新锁 向自己残魂捆 你这家伙难道是问天宗之人 呵呵你猜 算了你还是别猜了 再尝尝这个吧 墨天青大喊 这是我圣教的离魂锥 怎么我的绝招你都会 看到对面疯子 又使出无相似的无相心惊 魔头此刻已然崩溃 表示自己还有价值 倒有我可以告知你 我隐藏的宝物位置 萧一峰铁撇嘴听上去挺不错的 等我将你灭杀之后 我会找时间把你那些资源依依笑纳 随着轰天巨响 一代魔头终于化为鸡粉 而她的蚕食化为道道 灵气缓缓被吞噬进萧一峰的体内 最后竟在掌心中化为一朵淡青色的莲花 她本是修仙界最强女修 却因身体秘密被男人逐个点破 而不得不接受男人正式转世未来夫君 可作为广寒仙子 这夫君未免太过若鸡 故而妹子不远千里来到拍卖会 为她找寻防身法器 而偏僻的兵员吉地传闻仙子到来 请客间便引来众多难修为官 压轴宝物是一枚盘龙护身玉佩 此物乃是一位杜杰七前辈为后辈炼制 无序灵力便可发挥三次元英七护体之力 而听闻需要五百零食台下则议论纷纷 此物太过鸡肋 高手用不着 给小辈用又太过奢侈 脑子进水才买 拍卖师无比尴尬 真的没人要吗 早就说了不该收这件东西 而寒烟一眼看重此物 正好送给那个总乱喊 自己娘子的家伙防身 因此清冷地表示六百我要 拍卖师大喜道问天宗广寒仙子出嫁 还有没有出嫁更高的呢 另一边笑一风将魔头残魂打得七零八路 一朵青莲缓缓出现在她的掌心 回想前是被魔头夺舍肉身 靠这朵莲花自己才勉强保住意识 可那时她只是一朵花蕾 算了 以后总会知晓的 能重新穿越回 现在说不定就与她有关 此刻有一件事更重要 当然就是舔包了 刚刚的大火竟然烧不坏这本古书 这种珍贵的文物显然应该由我保管 这破破烂烂的黑袍看上去也不简单 回去缝补一下估计还能穿 发财了 这次还藏着储物戒指 正要打开一探 究竟旁边斩仙剑却不乐意 貌似在示意和自己比这些算得傻 然而笑一风知晓这把剑太过不小 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无尽杀戮 无数强者为争抢她而沦为炮灰 而得到她的人都被她榨干灵魂之力 墨天青这个鬼样子便是拜她所赐 大聪明才不想惹伤这个麻烦 哪知却被剑身将去路封住 一道稚嫩的女生传来 你的灵魂好香啊 能不能让人家咬伤一口 老六彻底无语被你咬一口 我还有命在你 要不先这样 你先跟着我 把我养肥一点再下口如何 妹子不屑难道想让我认你为主 你这杂品灵根也配当我主人 直接把你吃掉不是更好吗 萧一峰表示此言差语 天资差又怎能束缚我变强的心 再说我不比你之前的骷髅主人帅气多了吗 妹子开心一笑 有道理呢 那就先跟着你了 人家好困难要先睡上你觉 等下次醒来再决定要不要与你签订契约 萧一峰感慨看来关键时刻还得靠美男计啊 不管怎么说这趟没白来 老六用神石查探 戒指中居然还放着数百块极品零食 够了够了 这下可够我修炼好久了 赶紧回家 仙子表面上对夫君漠不关心 却在夫君受伤之时心急如焚 此刻韩烟又来到拍卖场中 为萧一峰寻求护身玉佩 价值几零食的法器 应被他喊到六百零食 等自己回去的时候 那总喊自己娘子的家伙 估计要加入执法队集训了 应该来得及把玉佩送给他 身后女弟子窃窃私欲师傅 买下玉佩要送给谁 会不会是给你的 别乱说呀 我还以为是给你的呢 突然一道男生想起广寒仙子请留步 看到仙子一脸冷漠 北地城主呵呵一笑 没话找话表示拍卖场中 还有更多保护 若仙子喜欢我会为你通通买下 而寒烟头也不会说到不必 城主请回吧 男人却继续纠缠 仙子请等等 你之前买的玉佩 应该是送给哪个爱徒 我这里正好有一瓶单禄 不妨一并送给他 下一刻献出两道剑王 两名弟子冷冷表示 城主还请留步 莫叫我等为难 老六不禁赞叹 连弟子都这般英姿撒手 就在这时肩膀被后面拍了一下 还没看够呢 人家都走远了 北地老脸一红莫要乱说 我就是来送送人家 行了 都是老熟人你装什么装 三岁的娃娃都知道 你暗恋仙子许久了 只可惜听说 他对任何男人都没兴趣 不然还轮得到你我高低也要试一下 所以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必翻话让北地顿时心如死灰 而此刻另一边的无牙殿中 大师兄询问侍女 萧一峰是否出关 妹子回到少爷 以闭关一月不见踪影 就在这时后店献出惊天一响 大师兄自嘲自己来的真巧 里面传来萧一峰的声音 大师兄请进来吧 而迎接他的却是萧一峰练起七层的剑气 大师兄骂了一句 调皮 随即重重挥出一拳 直接将剑气击散 不错不错 看来师弟已将七层境界练至如火纯青了 而萧一峰深知阴峰内资源匮乏 导致大师兄修为止步不前 自己这一世务必要为大家争取更多资源 向天哥正色道还好这阵子你没有偷懒 之后去参加执法队集训我也就放心了 萧一峰一脸发猛那是什么东西 我派规定 修为达到练气七层的弟子 都要参加执法队集训作为历练 说完大师兄掏出一块令牌 师娘特意让我嘱咐你 执法队集训鱼龙混杂 师弟你行事要万分小心 回想自己前世作为杂役弟子 没接触过此的集训 正好这一次前去体验一番 我的娘子美得碧月修花 此刻竟遇到女装大佬纠缠 仅仅是对面听说广寒女仙不喜欢男子 他们又怎会知晓仙子早已新属于我 因为即将前去试炼 大师兄前来送别萧一峰 表情怪异地表示妙琴正在闭关 师父师母希望他尽早突破 故而他不能前来希望师弟不要介意 说完便匆匆离去 萧一峰对门口说到他已经离开了 快出来吧 妙琴探出头连大师兄都没发现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来吃个苹果补补脑子 真以为他没发现你吗 妙琴一头雾水问到什么意思 萧一峰解释到他刚刚那番话便暗示于我 他知道你来了又装作不知情 说明你出现在此已经过师父师母同意 而且你若说想陪我一起参加试炼 绝对就是假话我说的没错吧 妙琴点点头 你们这些人真的好复杂 本来人家想和你一起去的 可爹娘看到我太紧只能先抓紧修炼 说完丢出三样东西接好了都是给你的 这是我爹送给你的零件 杀伤力不错又能作为飞行法器 还有我娘送给你的火压阵 筑基7的敌人也很难将气攻破 最后是师兄师姐给你准备的礼物 有时间可以看看 这些也太贵重了 他们还说了什么 差点忘记我爹娘让我告诉你 第一条千万不要惹事 第二如果惹了事务必不能打输 下手务必要狠一点 萧一峰一口答应随后送走师姐 之前还想找机会转入广寒店 跟着娘子吃软饭 现在好像觉得这乌鸦店也还不错 话说回来我娘子寒烟最近怎么样了 上次她救了我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 而寒烟此刻正游说各宗 共同对抗魔门 之后诸多事宜还请贵派多多担待 金光宗主表面说道请仙子放心 背后却传令弟子即刻避风封山 不论是魔门还是正派 巨想拉拢我等中立门派 可老夫偏不想趟他们浑水 按我说的便是 而柳寒烟询问还有几处宗门需要拜访 他也知晓只是言语上的许诺 恐怕并无太多用处 而这时背后传来一声 仙子我们又见面了 听闻仙子不喜欢男子 仙子单身八百多年 此刻却有人硬说是自己老公 不过看在奇人傻嘴田 那就暂且留他小命 而笑意风因为成功突破练器 七层不得不去参加宗门集训 却比报到时间迟到八天 故而引来小队长的不满 那不是一组的堂培吗 听说他的小组分到一个真传弟子 而集合地点位于西边一处厢房 一众队员询问几人被分到什么任务 轮直问天河 我等每天分开巡逻三个时辰 一名女修陈思道 听说那里出没的妖兽 比往日更加凶暴 没错 现在正是门派收取妖内丹的时节 那些妖兽自然会非常警惕 另一名尖嘴男子冷哼 那个缩头之人一直躲着过来 我们五个人又如何分配 而就在这时 肖一峰匆匆赶到 抱歉了各位 接到传唤之时 本人正在闭关 所以耽搁了一些时日 眼见唐培队长 就要发难尖嘴男子接过话场了 还真会脸上贴金 你当你是助记漆吗 谁一口气能闭关这么多天 不敢来就是不敢来 你们乌鸦店果然专出这种货色 话没说完一个巴掌 近在眼前 肖一峰一把将其呼到墙角 随即抱起准备 好好教训这多嘴句 突发状况让其余人为之一惊 你给我住手 唐培挡在两人中间 肖一峰你伤害同门 难道不怕违反门规吗 哟喝 你们也知道门规 那他方才侮辱我失门的时候 你是龙了吗 而随着众人前来劝和肖一峰 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李师兄啊 我这人不太会说话 下次再有冒犯你可别介意啊 事情到一段落 唐培轻轻嗓子开始布置任务 问天河有四条之流 需要巡视 那我们便分成四组 朱鸣 林密 你们两个一组 然后李立芳 你和林思思一组 至于肖师弟 看你实力不错 那你我就各自单独一组 肖一峰淡淡道我无所谓 却听清脆女声传来我反对 林思思羞羞涩地说道 我想和肖师兄一组 见状李立芳连忙解释师妹啊 刚刚我被他突然偷袭 才来不及释放法术的 妹子难难道我理解 李师兄虽然长得很丑 也不擅长近身格斗 若是方才做好准备 应该能挨打轻一点 好了 我们要尊重师妹的意愿 那你就和肖一峰一组吧 大家要注意自身安全 遇到危险 记得发信号呼叫支援 剩两人之时肖一峰问起 妹子为何要与自己一组 丝丝撇起嘴 那李师兄实在太丑了 人家想找个养眼的 老六暗自得意 这丫头小嘴竟和抹了蜜一样 随后却听到妹子问起 听说师兄是近百年 真传弟子里最拉胯的是真的吗 我这么说师兄不会生气吧 肖一峰满脸黑线 长这么大居然还没被打死 此女看来也不简单啊 她本是大成期的广寒仙子 却一直没有发觉夫君 其实是两个人 而随着肖一峰转世 一切剧情重新开始 作为年轻一辈 她被迫加入试炼队伍 更是分到一个极品师妹 作为队伍 由于长相甜美 林思思深受师兄弟的喜爱 换句话说 至少在她张嘴之前是这样的 师兄又表白失败了 没记错的话 你被师姐拒绝180次 师父你的头发越来越少了 是你年纪太大了吧 今年的宗门集训 他们欢天喜地地 把人家送了出来 一点都没有表现出不舍的样子 人家不就是说话直接了一点吗 虽然师父说 我还要再改一下 遇到妖兽有些不冷静的问题 肖一峰瞬间猛圈 不冷静是什么意思 说话间一只大妖赫然 蹲在两人身前 肖一峰风轻云淡 不过一只低接蛤蟆 我说师妹你干嘛发抖啊 下一刻林思思带着哭腔 大喊师兄有妖兽 我晕咱们就是过来杀妖取单的好吗 而此刻妹子已然狂话 竟用出大规模群法攻击 肖一峰边躲闪边提醒师妹你打破人了 可妹子依然不管不顾 妖兽给我毁灭 蛤蟆大腰伤痕累累直至肚体朝天 妹子才冷静下来 肖师兄你哪里去了 肖一峰没好气地表示我在你后面 师兄啊我又被妖兽吓到 这些妖兽果然好可怕 是吗 师妹你确定是你被她吓到 这丫头生性胆小 却能轻易使出大规模范围法术 这群攻能力用来打单体真是暴殿天物 心思一转老六表示 师妹我知道一个巡逻线路 路上几乎不会碰到什么妖兽 妹子听完则信以为真 下一刻不出意外被肖一峰领到妖兽潮雪 随之而来又是一通群法狂轰乱炸 紧接着又来到另外一处潮雪 肖一峰故意探到失误失误 任由林思思在前面狂轰乱炸老六 则在后面收集妖单 不得不说这效率真是快啊 照这个速度很快就能完成任务 看来这才是师妹的正确使用方式 天真的妹子不禁追问师兄说的 安全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啊 很快就到了再坚持一下 就在这时水底深处现出黑影难道 还有漏网之语 不对这不是普通妖爽 一把扯住师妹肖一峰大喊快跑 再慢一分估计两人就被狂暴的水柱击中 仙子单身八百多年 此刻却有人硬说是自己老公 而为了获取仙子方星男人主动接受宗门试炼 一番稍操作后 成功带领师妹成为妖兽附中甜点 就在刚刚 肖一峰忽悠思思师妹群法放大 与妖狂轰乱炸 眼见小弟被欺负于妖老祖献出真身 庞大的身躯让两人大眼瞪起小眼 居然是问天河水中霸主天罗了 还是个助击妻 这家伙到底通过多少修饰 不敢与其缠斗两人准备开溜 可很显然大妖并不想放过嘴边的肥肉 肖一峰一把推开思思师妹 别管我 你先走 伴随一声巨响肖肖一峰暂时脱身 还好师兄师姐给的宝物足够多 拿一堆福禄才把这水龙卷给炸开 哪知大妖又将思思控制 真是个麻烦啊 而随着肖一峰折返两人终于成功被天罗厄吞进腹中 大妖也满意地潜入海底 而等妹子再次醒来发现周身一片漆黑 你终于醒了 如你所见我们现在正在鳄鱼胃中 而周围这些则是她的胃酸 现在最主要的是师妹你要不要先换套衣服 林思思这才发觉青山已被俯饰 根本没剩下几块不了 还好有肖一峰递来长山暂且将身体盖住 师妹莫要害怕我已经传信救援 这个阵法也能保护我们不受胃酸侵蚀 接下来就是等待一个机会了 闻言思思疑惑这是什么阵法 看起来好强的样子 老六呵呵一笑是师父给的 你也是真传弟子 你师父没给你什么绑命的东西吗 看到思思一脸 神伤笑一风说道抱歉我失言了 看来妹子在师门并没有那么受传 等出去有机会真要对她照顾一二 而此刻海面上献出两道身影 刚才发出球员信号的就是这里 没错 此地有很强的灵力波动 刚才肯定有一场大战 朱鸣提醒我们小心一些 最好不要打草惊喜 哪只身旁的灵力已经准备祭出大招 只见狂暴的火团自虚空慢慢成形 下一刻已然重重轰向水面 糟了糟了 为了救灵思思 两个菜鸟被蛀鸡七大腰一口吞进肚中 笑一风此刻只能安慰思思一切会有转机 通过交谈得知妹子也并非表面那样受传 而其他队员循着气息感来 号称宗门小辣椒的灵力师姐确定大概位置 甩手便是一个火球 天罗巨鳄骂骂骂咧咧随机浮出水面 妖兽腹中两人瞬间感受到强烈震感 估计是援兵赶到了 是师姐与师兄他们吗 大概是 就是这动静是不是有点大 灵师妹你靠过来这妖兽貌似被激怒 朱鸣抱怨灵力是不是太过貌湿 妹子嘲笑到你作为男人胆子也太小了 话没说完发觉对面居然是助击器的妖兽 而随着腹中传来垂机声音巨鳄瞬间吃痛到仰面朝天 听到肚皮中传出的呼喊两人听出是萧一风的声音 只听他说到我与师妹还好 只是这家伙皮太厚了 需要你们创造机会我们才能脱身 我会在他体内施法来协助你 说完在妖兽腹中发出全力一击 趁机会尸节两人很快凝聚法力两团能量瞬间轰向天罗恶 可很明显妖兽并没把攻击放在眼中 甚至还向两人甩来尾 却被两柄仙剑将其生生阻拦 原来是队长和李立芳闻到动静感 待灵力两人将情况说完 李立芳幸灾乐或者萧一风 连个女人都保护不好 队长将其打断并下令赶紧截阵 别忘了林思思还在里面 老六咬牙切齿这次算你姓萧的命不该绝 随着队长指挥几人飞向四方并各就各位 林密 战绍英方位 朱明 你在绍阳听令 李立芳你负责太阴那边 最后队长喊话萧一风你听好了 你有什么办法脱困 最好就趁现在 而萧一风感知几人已摆出四项阵法心中一阵安心 回头说到师妹我需要借用一下你的灵力 林思思不解我是水性灵根 而师兄你用的是火系法术 很好很好 我要的就是这个 他们几人用出的正是四项阵法的杀法之阵 而你我个属水火本不相容 可一旦遇到一起 那就是 话没说完 天罗恶庞大的身躯已然被轰到四分五裂 她是万年难遇的极品废柴 却取到修为通天的广寒仙子 因此面对师妹芳心暗许和师姐一番牵线搭桥 萧一风只能装傻将师妹果断拒绝 而就在刚刚 随着众人前来支援妖兽被揍到奄奄一息 而平静的水面泛起水花 颇困的萧一风抱着师妹一飞冲天 标准的公主抱影的妹子一阵娇羞 暗恋师妹的对付大吃一醋 思思你怎么还穿着她的衣服 萧一风故意上前好让她探亲怀中的师妹不断挣扎 嚣张的模样引得对付咬牙切齿 而思思扭捏地表示自己衣服破了才借用师兄的衣服 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 师姐懒得听她解释 萧师弟不错呀 这就把师妹拿下了 小师妹红着脸撑怒到师姐别闹了 而对付纷纷不平不就灭掉的妖兽 这种妖兽一拳我能打爆三个 说完把怒气撒向巨额 哪只妖兽未死 地旁的师兄连忙提醒赶紧躲开 可巨额不给他们反应时间 看样子是准备蓄力自保 这么近的距离 就算有防御阵法也要被轰成渣 危急时刻 萧一风闪亮登场休想伤我同门 下一秒甩出令牌法器 让妖兽没有叙事成功而原地暴战 众人惊叹此子这份决断力荡真可怕 老六却不领情你擅自破坏宗门法器 为总我定会禀告长老 是吗 那请便了 师姐此刻也面露比一怪物的小师妹看不上 老六正想反驳却被队长打断 住口 别说了 此地出现助击妖兽实属反常 现在马上返回宗门汇报 却见萧一风喷出一口鲜血 小师妹焦急万分 师兄你怎么了 没什么事 提外伤 优贺 姓萧的你也没那么强啊 我该 而萧一风表面风轻云淡 手中剑灵雕质却现出妖异之色 镜头转向执法堂外 众人站在门前想为萧一风立正清白 小师妹本想闯入却被师姐拦下 放心吧 长老们都有脑子 有谁会像眼前这种家伙如此小心眼 说话间萧一风已然走向屋外 大师兄表示师弟深得长老赏识 不仅没有责难还大力称赞一番 萧一风故作谦虚 都是长老眼睛血量没有听信鼠辈谈言 众人皆大欢喜师姐随即邀他小句 并直言师妹也会求 嘶嘶一脸期待 却见萧一风直接祭出飞剑 我有及时处理 有机会再见 随即消失的无影无踪 大师姐气鼓鼓他真是个木头 多好的机会都抓不住 嘶嘶一脸落寞 难难道或许师兄真的有事 下一刻在无人之处 萧一风吐出一口鲜血刚刚差点闯祸 原来刚才展仙剑忍不住批掉贼眉鼠眼的对比 萧一风只能以自身精血将其安抚 并警告剑林收起摸门那套作风 妹子嘲笑你们正派真是虚伪 你要杀鸡取卵 不过我倒是有个好玩的想法 而等说出签订契约四个字却被剑林拒绝 你想得美 曾经那些老魔头都不够我喝 而你更没血 听我说完行吗 我可以称你为主做你的奴补 什么时候想吃我了 我便认你采鞋 再说我一个练习器能有什么坏心思 我只是想找个靠山抱大腿而已 傲娇的剑林终于打消一律 那事不宜吃我们开始吧 随着法周运转符文遍布剑林周身 剑林表明签订之后 你必须听从我的意名 否则必会被符文反噬而生不如死 还有你就算后悔 现在也已经来不及了 而萧一峰暗息等的就是这一刻 想我前世堂堂欺杀魔君 苦心精灵的计划终于开始了 他是大成期的广寒仙子 却看上宗门最为废品的登徒之子 然而事与愿文 萧一峰不仅三年没有达到助击 就连宗门试炼都遭到众师兄的排挤 就在刚刚 萧一峰被分到最混乱的南街之首 众商贩油盐不尽 曾让前任弟子苦不堪饮 而男主作为前世魔君 此刻将其轻松拿捏 不仅宣布所有税收减免一半 并承诺交易自由所有货物均可满卖 谁影响大家发财 我就让他去见泰满 听完一众商贩欢呼雀愈 就连派来搅局的拆台兄弟都不敢多言 而当晚便迎来怀揣货物不能出手的卖主 听说南街没有一个好人 正好我来碰碰运气 肩膀却猛的被人一拍 麻袋劈头盖脸套了起来 你们干什么 信不信劳资 信不信小弟跪在地上求你们 正坐上萧一峰开口 你身上的货多少钱我收 五百 要不四百 不行就三百 算了反正来路不挣小弟白送只求饶民 五百零食一颗不少咽一下 随着老六感激替林萧一峰说到 里道上兄弟说一说 有不好出手的指管过来找我 到时候就说找南街风哥 统统安排 老六忙不迭点头自己人脉很好 一定给你带 大哥您忙 大哥再见 几天后道上的朋友果然文讯感 老金说的就是这里 可看着就一个小货谈了 随后走到萧一峰面前 喊道天空说漫 视频稀赖 嗯是暗号没错 还有我们是来找南街风哥的 萧一峰应了一声 随即甩出福禄 默念一声开门 随着光芒大胜仓库献出真辱 其间无数奇珍让几人叹为观止 时间一个月后的城中花楼之中 李管市无比惬意倾听底下汇报进展 问天宗其他弟子皆已完成试炼 只有南街乱的一趟 最近还接到举报 有人在那边卖来路不明的货 李立方大喜道感谢二叔 这次那家伙是铁定完不成试炼 两人恨不得马上看到萧一峰的好戏 而迎接验收队伍的果然是一派混乱 队长唐培怒骂 怎么比凡人的菜市场还要不堪 而小师妹则是满面担忧 这里的负责人呢 萧一峰快给我出来 优贺 我当是谁 原来是唐队长和李管市来 两方人马随即拉开架势 萧一峰一脸风轻云淡 各位来我南街 想要买点啥 师姐刚刚还苦恼一家一到底等一几 下一刻却要为我强势出头 可是这丫头下手是真黑 真到了对面麻烦可就大了 自从魔君萧一峰转世重生 不光要让娘子相信自己是她父亲 面对曾经的师母也让她无比头疼 前是师父师母带自己如同几初 师姐安妙情也对自己颇为照顾 而前是自己走火入魔对师母痛下杀手 随着师父死在自己剑下 师母也带着安妙情紧随而去 这一事又怎能让悲剧重新上演 自己务必要呼最爱之人周全 因为一切从头再来总会遇到一些反弹 明明分给自己最混乱的街区 而管事却前来掌视 性消的这就是你管理的秩序 咋地不服吗 我正召集贪主准备开会有什么问题 那为何我听说这里混乱无比 不仅交税不足 还有一些不合规矩的东西流通 而你身为监管为何不进行处理 看师兄被针对思思露出无限担忧之色 李管事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各位做过不合规矩的交易吗 绝对没有 我们可都是乖宝宝啊 你看他们都说没有 小心我告你污蔑哦 剑状管事气急败坏 竟然和三教九流混在一起 简直丢修仙之人脸面 却听人群中飘来一句关你毛线 是谁在背后说坏话 而一柄飞剑袭来直击老六面门 慌万间他寄出防护才堪堪将剑气阻 万万没想到有人敢在自己地盘撒饮 下一刻名谋好耻的少女从人群缓缓走出 萧一风苦笑妙琴师姐竟一直跟着自己 而妙琴身居剪出一项不穿弟子服 因此没人认出 作为路人我看不惯你们欺负帅哥 才会打抱不平 李管事猜测他定是某一个修仙家族后辈 那就将你一并拿下看你长辈怎么说 而妙琴修为早已经非西比 面对攻击危然不动 无牙风特有的法阵也让堂队看出一丝端倪 哟喝就这么点力气吗 看到妙琴缓缓抽出常见老六认出是极品品气 不容老六多想妙情御手如莲般交换 朱雀焚天 伴随嘹亮凤鸣赤色朱雀仿佛要让虚空尽命 糟糕 这丫头下手太重了 李管事也没想到自己穿拖鞋踢到铁板可一切为时已晚 狂暴的火焰甚至将她毛发都烧焦一半 就在这时一名风神俊朗的老者出现在她身前 还好长老来了 自己小命算保重 老者满脸严肃 女施主小小年纪 出手为何如此狠独 师姐刚刚还苦恼一家一到底等一几 下一刻却要为我强势出头 可是这丫头下手是真黑 真到了对面麻烦可就大了 自从魔君萧一风转世重生 不光要让娘子相信自己是她父君 面对曾经的师母也让她无比偷偷 前世师父师母带自己如同几初 师姐安妙情也对自己颇为照顾 而前世自己走火入魔对师母痛下杀手 随着师父死在自己剑下 师母也带着安妙情紧随而去 这一世又怎能让悲剧重新上演 自己务必要护最爱之人周全 因为一切从头再来总会遇到一些反派 明明分给自己最混乱的街区 而管事却前来准势 信销的这就是你管理的秩序 咋地不服吗 我正召集摊主准备开会有什么问题 那为何我听说这里混乱无比 不仅交税不足 还有一些不合规矩的东西流通 而你身为监管为何不进行处理 看师兄被针对思思露出无限担忧之色 李管事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各位做过不合规矩的交易吗 绝对没有 我们可都是乖宝宝啊 你看他们都说没有 人群中飘来一句关你毛线 是谁在背后说坏话 而一柄飞剑袭来直击老六面门 慌乱间他寄出防护才堪堪将剑气负 万万没想到有人敢在自己地盘撒影 下一刻名谋好耻的少女从人群缓缓躲入 笑一风苦笑妙情师姐竟一直跟着自己 而妙情身居剪出一项不穿弟子服 因此没人认出 作为路人我看不惯你们欺负帅哥才会打抱不平 李管事猜测他定是某一个修仙家族后辈 那就将你一并拿下看你长辈怎么说 而妙情修为早已金飞锡比面对攻击微然不动 无牙峰特有的法阵也让堂队看出一丝端倪 悠喝就这么点力气吗 看到妙情缓缓抽出常见老六认出是极品兵器 不容老六多想妙情御手如连般交换 朱雀焚天 伴随嘹亮凤鸣赤色朱雀仿佛要让虚空尽云 糟糕这丫头下手太重了 李管事也没想到自己穿拖鞋踢到铁板可一切为时已晚 狂暴的火焰甚至将他毛发都烧焦一半 就在这时一名封神俊朗的老者出现在他身前 还好长老来了 自己小命算保重 老者满脸严肃 女施主小小年纪 出手为何如此很多 本是孤高冷傲的绝情仙子 却被废柴上下其手并声称自己是他夫君 而仙子不仅不怒还为他准备一件定情性命 甚至无视流言 屡次解救他于危难之中 而宗门失恋中 由于太过碍眼 萧一峰被管事分到最烂任务 我的师弟岂容你们欺负 妙情师姐看不过瘾 随即对李管事大胆出手 而等其宗门长老现身管事又智冷起来 这丫头不然出手伤人 长老您可要为我做主 连个女娃都打不过 还有脸嗶嗶叨叨 真是一个闲眼包 因为暂时不知妙情身份长老不敢轻举妄动 小女娃伤我门人 我劝你老老实实回我青山宗受罚 萧一峰反问你有何资格罚我问天宗地呢 说完不再理会问到师姐你怎么办 妙情抱起两斤半 人家刚刚突破住击想来看看 谁曾想居然有人欺负我的帅师弟 一旁长老心思急转如此年轻就达到住击 这女娃难道是问天宗哪位高门后人 可就算其家长找来 也是我拍战里毕竟她伤人在先 到时候做的顺水人情还可以要点好处 想到此长老不做大一礼 我两宗素来交好你就更不该出手伤人 此事我必须要向你师门要个交代 笑一封望向妙情我师姐刚才出手确实重了 您说的对 我承认我们错了 李管事无比得意这么快就认识了 思思则是露出失望之色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看在你的面子上 你派弟子为难我的事我也不追究 正好扯平 长老被当场打脸竟敢捉弄一物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随即爆出惊天气势 见状妙情准备摇人叫他爹娘过来 哪知身体却难以再动态分毫 长老也大喊你们用了什么腰法居然将我定了 下一刻青天白日竟忽然雪花飞雾 除了笑一封其余众人巨事被定成木桩 长老反应过来不知是哪位前辈将领还请现身 却听清零女声响起 你方才说要替谁教训 千千玉族仿佛不沾人间凡尘 来人正是广寒仙子柳寒烟 长老心中慌的一批被吓得呼吸都要困难 我近日需要一些特殊材料 故而让萧一峰帮我留意一番 不知他违背了哪条规矩 还请长老说来让我听听 而在仙子面前长老顿觉自己如蝼蚁一般 柳前辈说笑 萧公子所谓不仅合理合规 而且是我等学习楷模理应得到 而寒烟不再理会并让萧一峰伸出手来 这是我为你求得的护身玉佩记的代号 既然你说他做得好 那接下来如何处理你自己看着他 说完曼妙的身形与众人面前消散 只留下一帮人大眼瞪起小眼 孤高冷傲的绝情仙子 竟被废柴声称自己是他前世夫君 不光能准确指出仙子身体秘密 甚至连日常喜好都说得准确无比 起初仙子对他颇为反感 可随着时间推移 发现他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不堪 因此看到萧一峰被不公平对待 柳寒烟不顾众人非议 强势出头替他讨回公道 临走是不忘料下狠话 他是我的人你们看着处理 萧一峰心中意义 娘子还是这般傲娇 前世自己作为七杀魔君和其风光 此事重头再来竟要被娘子时时护在意下 而面对妙情师姐疑惑两人关系 他随口解释别多想 自己只是碰巧帮过仙子 回头却发现青山长老已然开始表演 长老轻一点 我真不知道他是广寒仙子 还敢多子 差点被你害死 连我宗主见到仙子都得理两三分 萧公子您看我打得如何 需不需要继续 既然长老都这么说 那就继续打吧 收到 那就打到萧公子海灵为止 顽劣的师姐都看不过你 小峰这样不太好吧 演戏罢了 下手轻重他可比我轻重 师姐你貌似该回去 被师父师娘知道此事我俩都得遭殃 妙情也不再耽搁随即消失 下一刻萧一峰走向执法小队 刚要解释却被队长插话之前多有误 希望师弟不要介意 笑一封白白手无法 仙子布置任务并嘱咐我不许外传 你懂得 我得低调一点 队长说道没错 我会妥善处理与青山宗的纠纷后续 而看到思思一脸失落 灵力劝到竞争对手太强了 可广寒仙子你没得争啊 要不咱考虑换个别人 思思满面娇羞师姐人家没那个意思 那你直勾勾看着你笑师兄是啥意思 喜欢他你又不敢说 地旁李立芳则是咬牙切齿 别以为帮广寒仙子做事你就能抑制安慰 等试炼结束我一定要你颜面扫地 由于寒烟介入之后试炼变得无比轻松 前面那个飞行的弟子给我停下 啥情况 超速了超速了 靠边停下 时间充裕之后 笑一风也没有浪费时间提升修为 很快便来到试炼结束的人 随着宗门八大长老齐齐落座台下可谓一阵费 宗主宣布集训结束而等便可独当营 以后便可代表门派下山历练 台下笑一风也达到练气九层 却听宗主继续说道 按照规矩 今天每个弟子都可以选择一人进行切磋 唯一规则 便是不可下重手伤了何其 话音刚落只见李立芳撇着大嘴走出 弟子想要挑战一人 不错 你竟然助击成功了 不知你想挑战谁 弟子挑战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 笑一风 男人只用一个眼神 便使得广寒仙子心花怒法 以致取出珍藏多年的神珠作为赌注 以自己单身五百年的毒辣眼光 眼前这个男人 必定不会让自己失望 而一年一度的宗门大会当中 大聪明点名要挑战肖一风 师尊听完当场大梦 主机七弟子挑战我练气七的徒弟 你也好意思说出口 宗主看热闹不嫌事大 师弟怎么还挤眼了呢 再说你徒弟可以拒绝 下一刻却听肖一风表示 接受挑战 这位弟子 此话当真 没错 弟子也想体会一下与高阶对手的差别 还要多谢李师兄给我这个机会 师尊大怒你似不似散 宗主摇摇头 年纪虽小 倒是挺自不靓脸 却见柳寒烟微微一笑 我倒是挺看好他的 说话间自怀中取出宝珠 我愿用此上品灵气与宗主对击 萧一风一 宗主眼前一亮认出那是兵破竹 希望广寒师妹莫要反悔 这是我花费数月炼制的灭境 他若赢了便闺女 寒烟淡淡到那我等拭目以待满 而裁判宣布出了不可下死手 其余自由发挥 李立方明显凶有成竹 放心我保证不打死他 性消的不是擅长进战 那我开场便与他拉开距离 毕竟远攻术法才是我的强项 而萧一风明显懒得看他一眼 下一刻随着剑身插进地面 巨大的红色剑阵瞬间在场中呈醒 天空说慢 不对说错 天猪剑阵 听我号令 去吧 只见赤色剑与连绵不绝 哪知李立方狂喜真是个极品 居然用这一招 随即用左掌拍向地面 升起一道巨大的土墙护在身前 宗主暗自思量 天猪剑气为炼气七所能用最强电 威力虽强可损耗极大 即便是助击七弟子 其灵力也不过只能支撑树袭 看来此招过后削一风闭闷 师妹你那颗冰破珠可以递过来 仙子表示结果还没出 急什么 而场中李立方继续为所发意 开场便丢大招 我看你的内力还能支撑多久 等此招结束看我怎么收拾你 李师兄是不是得意的太早了 这只是热炸 接下来希望师兄还能继续撑下去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下一刻随着萧一风出手 剑与的频率竟越来越快 其灵力仿佛取之不济 用之不解 宗主一脸震惊 此子不易办 而在剑与的狂轰乱炸之下 土墙眼看就要崩塌 为了让我在仙子面前出城 大聪明点名要与我生死决斗 而我明显懒得看他一眼 天珠剑气 随着红色剑与笼罩全场 大聪明则既起防御头条 认为萧一风攻势根本不会持久 可很明显大聪明不太聪明 无穷剑气最终将其防御击垮 瞬间被淹没在红色剑与之中 长老及时喊停胜负一分 萧一风胜 众人皆为萧一风拟下克上折服 其出手毫无美感却又暴力至极 可他怎样做到剑气连绵不久 刚才他坚持了多久 至少二十息 我练气圆满 才只能支撑三息 比较之下众师妹更是被其风踩锁 宗主突然被寒烟叫了一声师兄 你赌输了 按照约定服录是我 这禁灭服确实不错 至少可以重创一名原音七修士 即使心在滴血宗主此刻只能强装淡定 回头却把怒气撒向苏千亿 你这徒弟这么忙 那我刚刚与广寒仙子打赌 你为何不提醒一下 老苏无语关我毛氏 无牙大殿内 师父师母此刻一脸严肃 小枫你到底如何做到剑气顺发且连绵不绝 诸位请看 萧一峰解释自己提前把天猪剑正刻在剑身 并将灵力提前储备器中 在需要的时候 直接激发便可 二师兄嘖嘖称奇 秀儿 是你吗 听着虽难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这需要对法阵有极强感知和掌控力 不是修为高就能做到 师母露出姨妈般的笑容 想不到小枫还有这方面的天赋 随即望向妙情 再看看 整天就会摆烂摸鱼 不动脑筋 却见萧一峰躬身一半 弟子有一事相求还请师尊成全 老苏难得高兴 说吧 只要不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 弟子想独自下山游历一反 听完妙情小脸煞白 为什么 和我玩你不高兴吗 师父也提醒你的修为太低根本不能自伴 而萧一峰坚定表示欲不拙不成器 只有精力更多挑战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得到英允萧一峰顿绝有些枉费大家好心 但是有一些计划 只有独自在外才方便 思索间却听一道声音呼唤自己 是寒烟的声音 不对啊 她怎么会来这呢 下一刻只见胸口现出金光 寒烟送的玉佩 标的一声弹了出去 随着玉佩在空中旋转 一个神似娘子的玩偶竟赫然悬在半空 且像模像样学起寒烟的勇气 萧一峰 立刻去广寒店一趟 她本是大成期的广寒女仙 此刻却化身男人只见不娃娃娃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 这是萧一峰第一次接近娘子 寒烟 我真的好想你 可娘子的脾气真的要改一改 能不能帮我解冻一下弦 就在刚刚 萧一峰正准备下山游历 寒烟送的贴身玉佩 净化身王傲 且看样子比本尊还要傲娇 姓萧的 去广寒店一趟不得有 呦喝 这小东西还挺好玩 寒烟如前世一样 总是喜欢搞这些稀奇物件 可事情发展并不顺利 只守弟子果然将其拦于门外 任由萧一峰做何解释 弟子总是以没有通传信物将其拒绝 并表示广寒店主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见得 妹子你这是棒打鸳鸯啊 真的很过分 正打算离开之际 却听脚步之声传来 师弟抱歉 是我来晚了 听到出没解释 此乃师尊的客人 弟子一脸震惊 居然让青传弟子亲自来接 这家伙到底是谁 而据前世记 萧一峰知晓 出没为娘子最看重的弟子 此刻他也不知寒烟所为何事 只是说萧公子会来 你去迎接便是 店主就在屋内 公子好自为之 而屋中寒烟明显已等待多时 却仍强装一脸冷若冰霜 并问道你真的要下山吗 娘子怎会知晓 难道是这个玩偶 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如同做坏事被抓包寒烟 瞬间羞红脸庞 连忙解释那只是一个护身符 你若遇到危险 他必有其用 可看起来这小家伙脾气不小啊 那个 人家不太擅长傀儡束缚 因此把我一丝神魂放了进去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笑容 笑一风露出董的表情 原来如此 多谢烟烟 仙子趁怒莫在这样叫我 我和你记忆中那个娘子不一样 本作真的好奇 另一个我怎会看上 还有听说你最近很受师姐师妹的欢迎 若是嫌这个东西 兼是大可将其丢掉 开玩笑 娘子给的东西我会丢吗 而寒烟已懒得与他争辩 表示没别的事你可以走了 哪知其得寸进尺 竟将自己紧紧揽入怀中 顿时让仙子呆入目击 笑一风深吸一口香气 我不会辜负娘子心意的 阮玉在怀老六却没注意仙子表情 下一刻寒霜进散整个房间 寒烟秀全握紧大喊出没送客 而出没睁大双眼也没能寻到老六身影 寒霜散尽才瞥见人形冰雕栩栩如生 那个 有劳师姐 麻烦找个火堆 把我考一下行不行 师姐被绑在树上 情况焦急万分 下一刻师母赶来救场 难不成也要落在三个山贼手中 就在刚刚 笑一风真情流露揽住娘子 却换来仙子恼羞成怒 随即被做成冰雕可谓栩栩如生 解冻三天三夜之后 笑一风正式败别众人即将下山历练 大师兄正色到此乃我独门防身秘书 师弟你带着防身 二师兄则甩出一把保命符文 记住打不过 逃跑为上 师姐更是夸张 这是五行翻 具有不俗的防护能力 实在打不过 还能用来投降呢 几位是不是搞错了 我只是下山历练 又不是去单挑魔门 我们这是担心你 总之遇到危险切记不要硬杠 摇人为上啊 必是为了真五大会 才如此最新修炼 当真是我被砍摸 师姐则疑惑妙情怎么没来送你 二师兄颇有深意 那丫头胆子可大得很 长红剑劈开山间雾起 肖一风决定前去最近的望天城 固然听到下面传来少女呼救之声 只见妙情此刻被困在树上苦苦挣扎 三个老六在对面耀武扬威 坦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 而妙情看到肖一风越飞越语 我说你们三个是不是喊得不够认真 大姐我们真的尽力了 嗓子都要冒烟了呀 哪知肖一风此刻正站在枝头观望 我说你们几个在搞什么鬼 老六震惊怎么又来一个仙人 随即一拳轰向自己胸口 今日状态不好 改日再站 肖一风一阵无语 师姐解释一下 师弟你看不到吗 人家只是不小心被山贼绑 师姐 说实话 好吧我承认了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出来玩 而当问起师父师母知不知道 妙情则支支吾吾 没有办法肖一风只能带着妙情赶路 在望天城待几天 师父师母应该会把他给拎回去吧 而看到两人化为流光消失 三个老六才松下一口气 老大英明暗 居然在两个仙人手里逃了出来 那是自然 不然如何做你们老大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感觉马上会遇到肥羊 看那是什么 远处缓缓走来一位绝美丽 正是妙情的母亲 宗门大佬林子玉 老大微微一笑 看到没有 肥羊说到就到 说完三人摆开架时 向林子玉慢慢靠路 表情可谓志在必得 少女修仙八十年第一次来到凡间 摆个糖果镜随手掏出绝品零食 看到胸口碎大时 她无比兴奋 把石头搬开 你们直接砸我便是 就在刚刚 肖一峰拜别娘子前往望天城 哪知师姐妙情已然先行一步 并抓了几名山贼 陪自己上演一出苦肉计 肖一峰无奈 只能答应这离家出走的师姐 与自己同行 望天城乃是方圆百里最繁华的城池 而碰巧今日又是每年一度的元宵灯会 因此城中人来人往热闹至极 为避免引起骚动两人不行来到这 妙情请客间被这里的繁华所吸引 师姐一次没来过吗 没有 原来俗世竟这般有趣 而妹子果然没有说话 当面对小贩极力推销自家产的香包 妙情表示来一个 并毫不犹豫掏出一块零食 笑一峰见状赶忙将其拦住并掏出几个铜板 一块零食能买下这整条街 师姐咱就不能低调一点了 却见妙情注意力又被什么吸引 小峰咱们快过去看看 人群终于把大锤落下 江湖卖一者正表演胸口碎大事 感谢各位捧场 一锤扒两银子有谁想试试 下一刻一只玉手扬起 我来 大汉无语这锤子姑娘举动了 那个我不砸你 我躺在这里让你砸我 请放心砸我长得可结实了 身后众人议论纷纷 而笑一峰硬起头皮各位抱歉 家妹她从小脑子不太好使 直到被拉走妙情还在嘟闹 我真能扛住 我知道你能扛住 可我不想陪人家大锤被砸烂了起 从济世起我便一直在宗门长大 爹娘从来不让我来人间 我只能听师兄师姐给我讲外面的故事 你知道吗 我这次是偷跑出来的 见笑一峰无动于衷 妙情笑到果然又没骗过你 但很开心你能带我出来玩 这次有我来保护你还好 可小峰你记住以后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 却听身后一道女生传来 自己都没多大本事 竟大言不惭要保护别人 听完两人据事一惊 只见一位绝带丽人款款走 师母似笑非笑表示我女儿长大 都知道离家出走了呢 下一刻紫色光照将三人拢在气中 妙情被吓到腿软 这是隔音结界吗 娘亲你这是要干什么 师母摩拳擦掌表示没事 怕你哭的声音太大 吵到别人多冒昧啊 废柴弟子只是下山游历 却引得如烟大地化身娃娃贴身守护 娘子莫生气 她是妙情师姐你认识的 一位宗门长女偷偷随自己下山 碧月羞花的师娘此刻大发雷霆 哭的声音别太大 吵到别人不礼貌 而此刻城中依然喧闹 众人都觉得今年爆竹动静有点大 估计是质量好吧 不远处慈爱的母亲 还在与可爱的女儿交流感情 炸裂的场面让萧一峰大为观止 直呼这女儿绝对是轻声的 看来真的是往死里打呀 那个师娘要不歇一血 就算您不累 手中的棍子也受不了啊 听完师娘说了一声有道理 随即喊了一声苏妙情 母亲大人 女儿收到 师母淡淡道你可知错 看到妙情垂头丧气 师母又问到 你知道私自下山的后果吗 妙情如同小鸡卓女 按规矩 面壁思过一年 师母冷哼一声哪有那么简单 什么 那要多少年 听好了 你这次的惩罚是跟着萧一峰一骨历历 她不回来 你也不许回来 听完妙情大脑一阵发猛 难道我的女儿有意见 妙情依然没转过弯只能点头答应 师母回头询问萧一峰能否照顾妙情 师母放心 我会将师姐照顾好了 行了 我和你一起玩了 哪知两人中间现出一道屏障 差点将妙情原地掀翻 只见如烟大地化神的玩偶气鼓鼓地浮在半空 笑一封赶忙解释娘子别悟 这是我的师姐 你认识的 直到嗓子说的冒烟玩偶才消下起来 化作流光 钻回原处 师姐莫怕这不过一个法宝小名叫做傲娇 天色已晚 先找个客栈歇脚 却没注意身后虚空现出两道身形 只听二师兄范愁师娘做此决定又如何向师父交代 林子运表示无妨 在我这里他不敢多言 之前确实对妙情管教太过严苛 如今让他渐渐失眠也好 只是这俩获得修为确实不高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二师兄瞬间领会 扑儿会在暗中保护他们的 领走师娘不忘叮嘱切记不要被他们发现 我办事 师娘放心 而他们哪里知道萧一峰早已发现他们 小峰啊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两只飞鸟罢了 本是娇生惯养的宗主千金 却执意追随男主下山一同历练 见女儿态度如此坚决 师母无奈只好妥协 只能嘱托萧一峰将其照顾妥了 次日清晨 萧一峰来到妙情屋外喊气赶路 师姐深深懒腰 出来的又不用修炼 人家才不要起床 却听师母大喊苏妙情 我果然就该把你带回去 妙情吓到一惊 弹射起步来到屋外 母亲大人 人家昨晚一直在修炼呢 随后发觉并无母亲身影 却见萧一峰摆弄着花音符 师兄告诉我关键时刻有奇效 真的很好用 讨厌了师弟 几年都没有客人从那边过来 妙情瞬间上头 走走走 去除妖 师姐的单纯让他暗自窃喜 倒是不用编太过复杂的理由了 顺着望天城西南方向出海 有一座无名小岛 上一世自己在那里遇到出生不久的灵丑 那悬双兵芒与自己生死相伴 征战八方 可谓劳苦功高 可惜当年去的太晚导致他本源不足 这次早十几年过去 说不定能让他更强一点 忽然间一道金光射 两人毫无防备 萧一峰大喊师姐小心 此乃遮蔽气息和阻拦传讯的法阵 看来对方有备而来 说话间显出两道身形 姓萧的 看这次谁能救你 萧一峰无奈又是李立方 你不嫌烦我都烦了 妙情也是无语难道 这手下败将脑子有问题 却听一道声音传来 他们是不行 那加上本宫呢 虚的不能再虚的老者献出身形 齐修为竟是助击后期实力 我们没有骗上人 他身边确实有个极品女子 听说她还是无牙店主的女儿 帮立方报仇之事 还请上人费心 老者献出邪笑 交给本宫 两人大喜 多谢欢喜前辈出手 闻言萧一峰皱起眉头 宅人竟是欢喜上人 妙情疑惑小峰 你听过她的名号 曾经听过 她专门俘获女子进行修炼 其手段极其残忍 乃是受江湖之人唾弃之辈 听完妙情咬牙切齿 对面却不怒反省 既然听过本宫大名 倒是省了一番功夫 主动投降献出自己 本宫送你们一个痛快如何 说话间脚下飞剑失去控制 萧一峰疑惑斩邪 你怎么附身到普通飞剑上 剑灵娇称不是你让我别暴露吗 他们太恶心人家受不了了 因此我助你一臂之力 现在去接了他们 宗门废柴下山历练 承蒙师母信任 萧一峰一口答应 会护好宗门千金周全 哪知两人行至喊无人烟之地 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将去路阻拦 而为首者正是令江湖人 无比唾弃的欢喜上人 得知妖人不耻恶行 师姐扶住胸口忍不住爆出粗口 但还是提醒师弟 这柱姬后期远不是我们所能念的 李立方则小人得知姓萧的 你之前与我处处作对 不就是仰仗由广寒仙子撑腰 和你师父师母照顾吗 这次看你还怎么得意 而展仙剑灵你答应暗中佩服 萧一峰胸有成竹 我倒想看看这柱姬妖人有多厉害 师姐大惊小峰不要冲动 妖人则说道不知死活 随即射出金光 一张红色巨网瞬间照向萧一峰 任由零剑劈砍依然劳不可破 妙琴喊道小峰莫怕我来帮你 却被树到剑气封住去路 正但唤出雷阵之时 李管家已然悄然近身 师姐毫无防备下硬生生接下一拳 我知道你这丫头竖法很强 不过我叔之二人 又怎么会给你出手的机会 那边姓萧的已被上人完全制服 小丫头也乖乖放弃抵抗吧 另一边欢喜妖人大放厥词 以练气七修为挑战 本宫勇气可加 不过太自信在修行路上是左顾眼 说的有道理 不过貌似是说你自己吧 展仙你可以出手了 有展仙复灵的一展可谓气势如红 妖人眼神变得发直 这是什么剑 没看清吗 那就再来一次 看清了 你手中之剑有问题 说完妖人足 李立方大害二叔不好吗 上人记了 二叔扭过头 你在说啥 却见一只火缝轰向他的胸口 妙情趁怒和我打架 你还看别的地方 李管家周身腾起熊熊火焰 大喊侄子救 二叔你要撑住 侄子回家先收个衣服 李师兄要去哪里 萧一峰献出身形 身后妙情也问到 你方才说要对我做什么来着 老六大惊 你们敢违反门规吗 规定可是不能伤害同门的 下一刻透心的梁爽 将老六定在半空 妙情师姐撇起小嘴 真是个过躁的家伙 两人本是开心玩耍 却露欲臭名昭著三人天团 性格斩仙剑灵相助 萧一峰一剑送走欢喜上人 而苏妙情将倒霉叔叔轰飞之后 倒霉侄子就算吓到尿苦 也终究没躲过妹子一剑穿心 望着李立峰极其安详的模样 萧一峰不禁一笑 看不出啊 师姐也是人狠话不多呢 妙情呸了一声 谁让他背叛同门 对了小峰 你怎会打得过那欢喜上人的 萧一峰只能解释 是那家伙太大意 没有释放护体 便接近我被我偷袭成功 萧一峰你下次可不能这么冲动 不是每次运气都能这么好的 萧一峰应了一声 两人随即消失 哪知李管家正憋气憋得要死 幸亏自己学过保命秘法 得以活命 问天宗的苏妙情世吧 我与你们不死不休 忽然听到脚步之声 一名俊朗青年献出身形 李管家颤颤巍巍 这位道友 我乃青山宗罗轩长老高徒 和下士 二师兄则表示不知我名字也罢 不过我以后要叮嘱好师妹他们一件事 李管家一头误实 道友你说啥 我要告诉他们做事不能留后患了 说完二师兄和善地掏出一张镜灭符 另一边萧一峰两人已经走出很远 四下竟是荒芜岛礁可谓一片空旷 妙情疑惑那作乱的妖魔到底在哪里呢 萧一峰心想按照前世回忆 应该在某座小岛之上 而且是破破烂烂那种 可就在这附近才对啊 师弟快看那边 妙情向前一指 那里天香太过古怪了 是不是就在那边 过去看看 注意安全 而离近一看果然唯一座小岛 一株巨树正承受电闪雷鸣 那棵树定有宝贝 才引发此等天象 我们快去看看 师姐你真聪明 赶紧靠后板 那底下明显是一只巨大无比的龟妖啊 就在这时低沉的声音传来 人类离开 居然可以神念传音 至少是原因期的妖兽 前辈凝芒 多有打扰我们这就闪 离开一段距离两人随即观望 还好这家伙有事在身没有纠缠我了 下一刻笑一风恍然大悟 原来老龟准备度解 虚空中乌云缠绕形成巨大玄雾 道道天雷倾泻而下 妙情瞬间惊呆哪里见过此等阵势 小枫你说她能成功吗 不好说 妖兽的天结比人类还难 她应该是原因晋升出窍的四重天结 老龟应该要陨落了 因为当年自己找到悬双巨蟒 正是在岛上残破的神木之中